大家好 我是陈刚建筑师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建筑设计外面的一些细部处理 这个房子很有意思 它外面有一层楼有一个阳台 它这阳台的墙呢 应该是木头做的 外面是搞了一些那个plaster 叫土泥 然后呢 你注意它下面这里呢 它是用一些铁柱子 你可以第一点看得见 铁柱子把这个阳台的墙撑起来 这样子呢 它木头就跟混击土不接触了 下雨啊的时候呢 就不会受到水分的影响 潮湿的影响 OK 另外一个细节处理呢 就是它把这个阳台的墙和这个主要的建筑的墙完全分开了 这非常好 因为它如果连在一起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穿透了这个主的主墙 就防水处理各方面有很多问题 因为它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 它这个完全分开 但是它也小于四寸 像小孩子也不会爬出去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另外一个地方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这个二楼的阳台这里 它有一个扇水 英文叫Jip Ash 它就把那个二楼的水呢 流到那个岩沟内 一个小小的一个岩沟 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设计 还有这个外墙玻璃窗上面 一个小小的四方形 这个叫Asaus fan 就是那些空调的管 它是这样子房间里面的人开门关门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一点 它那个气可以从这里偷出来 还有呢 这个外墙这里叫Plus Wall 它就是一个叫做控制缝吧 它一般你这个Plus总是会裂的 然后在这个裂的情况下 那你就是用这个Pontrol转 让它控制它按照一定方向来开门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的名字是陈刚 陈刚建筑师 然后我写了很多绿色建筑 或者建筑师考试方面的时候 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 叫GreenExtendeducation.com G-R-E-E-N-E-X-A-N-E-D-U-C-A-T-I-N GreenExtendeducation.com 绿色考试教育.com OK 好 下次见